國內的風電開發 被查出了所惠弊案 這次涉案的主嫌是主管機關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的 蕭信竹專委 他涉及了水下文化資產調查 計畫以及報告 等三個案件 所惠超過了八百萬元 他也遭到了檢方 以違反貪污制罪條例等罪嫌 提起公訴 除了在陸地上的文化資產 文化部近年也致力於水下 文資開挖和保存 但政府推動的離岸 封定工程 有可能破壞水下文化資產 所以在開發前 都必須進行水下文資調查 但文化部文資局一名專委蕭明斌 卻被檢方查出利用植物之辯 涉嫌向水下探測承包商所惠 賬化地檢署近日徵結 將蕭明斌及廠商等人起訴 本案經檢察官偵查終結 任被告公務員蕭某 涉犯貪污制罪條例之違背植物 及不違背植物 之收受歸漏罪 以及刑法的泄密等罪嫌 其餘廠商則分別示范 貪污制罪條例的交付賄賂罪 以及違反政府採購法等罪嫌 文化部指出 2017年10月 接貨檢舉 蕭明斌收賄等情勢 馬上由政風處介入了解 並移送法務部廉政署調查 今年3月 彰化地檢署接貨檢舉 彰化離岸封電工程 出現綠能蟑螂所惠 當時擔任文資局 水下文化資產科長的蕭明斌 要求廠商接洽指定業者 辦理水下探測評估 追查還發現承辦水下文化資產 調查儀器設備 雲端活摘預警系統規劃建制 採購案時也向包商所惠 三起案件總計八百五十七萬 我們先前有評估 他們去做這個水下文資 相關的一些審查 沒有什麼回應 希望就是執法可以增長正義 文化資產的主管人員 然後對於相關的業務 沒有公正的立場 甚至於土利廠商 或者是土利自己 都是不應該的 列位證人的封電業者強調 期盼司法能早日慎張正義 文史工作者則認為 文化資產的主管機關收賄 進而影響調查的公信力 令人無法接受 文化部表示 目前蕭明斌已調離限職 將全力配合司法調查 而蕭南收賄的八百五十七萬 其中兩百二十二萬已繳回 其餘犯罪所得六百三十五萬元 彰化地檢署 以建勤法院 應予以沒收或追徵 記者 民風 彭安群 台中報導 glaz continually кус